日本311海啸已过去好几年,但它对当地人的影响仍在。 当地人在地震过后,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重建家园,这些努力都被插画家池田学补捉下来,重现在他的最新作品《微波》之中。 从2013年7月起,池田学每天都会在威斯康辛州的Season艺术博物馆地下室中花上十个小时进行创作。 2016年12月,他终于完成了这幅长13英尺约3.9米,宽10英尺约3米的大作,耗时约三年半。 Rigert以一棵在海啸生还的大树为主题,树的根部是依旧汹涌的海浪,但仔细一看,才发现这些海浪中隐藏了许多的细节,像是堆积成山的车辆,多流的树枝,纠缠在树干根部的火车轨道。 或使布满天空的雨伞和紧急帐篷,到处都是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与碰撞,而这些不知名的人们,植物,动物,正努力在这场浩劫中求取生存。 池田学表示,他希望能够复制这些存在于混乱中的动人故事,但往往他们都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,直接影响他的创作过程。 通常池田学会用铅笔大致描绘出细节,闻从沈梦了解,但大部分时间,他还是以钢笔和压彻墨水为主,透过各种线条和笔触来填补细节。 池田学希望能忠实地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,而不是特意描绘细节,只是通常他在观察事物时,会特别注意小地方。 而钢笔和墨水就是最好的表达工具。 从2013年开始创作至今,池田学遭遇过数次挫折,如他在一次滑雪意外中肩膀拖久,使得他暂时没办法工作。 为了不要停工太久,他开始用另一货手创作。 自2016年12月11日开始,作品《Ray Bird》在《Chase》艺术博物馆中展出,光是上面说的这些细节,就值得大家好好看个30分钟,还会觉得看不完多。 对于这幅作品,有行家表示,作品寓意深刻,拍出两千万金不是问题。